英國領事館它跟其他文字典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是全台唯一的一個很完整的英國領事館的重要的古蹟群落 打狗英國領事館於西元1865年建造 建築物雖然已經有150年歷史 但是市政府文化局細心考證研究必前修復 登山古道階梯以花岡石老孤石紅磚建材鋪設 領事館主要特徵橢圓形的拱廊 正面回廊路口和轉角柱子踩合併 其他都為單柱 常常走廊充滿屍骨幽情 就連屋外倚靠牆壁由屋頂而下的水管修復都非常考究 英國領事館它是重要的一個古蹟的群落 那什麼是古蹟的群落 就是這個英國領事館裡頭 其實它完整的包含了英國領事館的官邸 以及古道的串聯 那在前幾年我們還把它回到了那個大航海時期的 英國領事館的原貌 經過修復後的達果英國領事館 內部設置有高雄史基文物館 陳列有關達果開拓及近代演變的豐富文物 開放民眾參觀 文化資產的修復其實 其實這麼多年來各縣市已經有了基礎的經驗 但是對於再利用的方向 以及如何來追求它的永續經營 這個部分確實是大家還在摸索的階段 那英國領事館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發展也實驗了對於永續經營的追求 所以其實我們英國領事館是高雄第一個收費的古蹟場域 為什麼要收費 因為我們必須要把收入收進來以後去活化 運用在這個場域 讓這個場域能夠循環的永續經營 打狗英國領事館建築修復完好 內部有珍貴文物展覽 外部可以遠眺西子灣秀麗風光 與高雄港市合一的全貌 獲得國家文資保存獎是實至名歸 記者金獻宗 高雄報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